老伯 给 拿着 这是姝姐姐的一片心意 老伯 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 你虽不老 但年纪也不小了呀 还不赶紧 窈窕淑女中古月职 将姝姐姐迎娶到秦国 晚一步可是有人要抢的 这我知道 小丫头 回去告诉你们姝公主 本王定不会负姝公主一片真心 赵侯庸派来的求婚使者 就住在这个驿站 朝廷内外不少人 都主张要将姝姐姐嫁给赵侯庸 老伯 快快动作 也好叫姝姐姐定心哪 这就是赵侯派来的使者 是 这就是赵侯派来的使者 这就是赵侯派来的使者 公主慢走 望公主下次再来 秦王不必相送 告辞 樗里子 敢问刚才离去的 是楚国的哪位公主 还有哪位啊 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米姝啊 嫡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 嫡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 这不符合规制啊 嫡公主金枝玉叶 她来与秦王相见 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 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 几次求见 我大楚乃礼仪之邦 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 赵国的使者来颖渡多日 提亲之事也要落到实处 不把秦王打发走 寡人如何给赵侯用一个交代啊 大王说得对 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 那秦王来颖渡 是给姝公主下聘礼的 寡人见了她如何应答呀 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她呀 秦王一定要娶 大王就将的厨娘嫁给她 又有何方 事情揭穿 出丑陋乖的该是秦王 与大王有何干系 这 君子坦荡荡 余目混出的手段实不可取 既然合纵大策已定 大王身为合纵长 还是当面义政思言拒绝秦王为好 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 免得日后更多纠缠 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 又当如何 这里是颖都 不是咸阳 他敢怎样 他若拾去 乖乖地走了倒也罢了 他要用墙 拿下他的人头 是轻而易举之事 大王 此非仁义之举 万万不可 大王 此事还需慎重 大王 容寡人再想想 妹妹 王兄已经决定了 明日要宴请秦王 商讨婚事 姐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是圈套 圈套 是财子歇告诉我 他还是从屈子那里听说的 说大王 已经听从昭阳的劝说 要在颜席之上埋伏刀斧手 又杀秦王 将你嫁于赵侯庸 这可如何是好 王兄这是要葬送姝儿的一生 妹妹 快随我一同前去 求屈子帮忙 屈子认为 此举非君子所为 执意反对 所以颜席之上 只有昭阳一人作陪 秦王生死 只在昭阳一人之手 此事连屈子都无可奈何 那他定是凶得极少了 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 秦王便会无恙 主意 什么主意啊 我此刻五脏俱焚 那还有什么主意 好 月儿 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 月儿想 不如说 秦王若不去赴宴 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 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 姐姐放心 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 等等 我想办法 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 和你一同前去 好 谁 谁 姝公主有要事要见秦王 请稍等别客 踏一踏 公主请进 王兄已在等候了 你 就是这儿 去吧 我 那我先进去看看 是 谁啊 谁 谁 老伯 不是 说是姝公主吗 小丫头 别生气 本王把你当成姝公主了 鲁莽造次了 老伯不是鲁莽 是墓力太差 姐姐来了 在门外呢 来 姐姐 走 我在门外等你啊 大王 大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大夫 赵大夫为赵侯庸求婚 已在影毒滞留多日 今日楚王设宴 与寡人商议嫡公主米姝的婚事 赵大夫何必同钱缺 楚王跟你谈婚事 关我何事 差矣 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都是角色的 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将其中一个婢女 许配给赵侯庸 你 赵大夫 刚才已经亲度楚国嫡公主的容颜 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 推而求其次 并不难堪 告辞了 好 好 好 哇